好了,接下來是星期五晚,3月15日夜晚的九點鐘 終於有一個月的《如何講英超》直播Facebook節目 看蘋果專頁的直播Facebook節目 繼續有何輝大哥和小弟何榮陪大家繼續講英超 那天九點鐘開始做這個節目 但當日歐聯有抽籤,七點鐘會抽籤 小弟應該在家裡和大家做個直播看八強的歐聯抽籤 之後就立即密羅緊鼓趕去蘋果大樓做這個《如何講英超》直播節目 到時再和大家慢慢談 那今天就先講這一場車路士的英超賽後評 那其實今天一開波來說,車路士的球員都是頗積極的 有不停嘗試去走位,令到傳播的速度也算是快的 那我也講過,連結速度快就會容易拉扯到對手,有利於破密集的 那為什麼今天車路士竟然是一些效果都沒有難以破到狼隊的密集呢?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就是因為他們雖然是積極走位 但是就走了很多沒有意思的走位 搞到連自己都亂了,走到亂出百糟 那樣,直接亂到接近有點像是自由浮動 那一玩到過度的浮動 就會很容易變成了集排軍 好像踢街球,不懂踢 或者踢街球剛剛認識你 差勻來踢就沒有默契 那我也講過了 自由浮動的問題就是會令到球員很難夾得熟 這一分鐘呢,你在我身邊 但是下一分鐘就已經轉了第二個Partner 再下一分鐘呢,換了話 又變成另一個Partner 就正如漢少龍那首歌 都有一首歌,都可以唱一下 就是殘學過一夜情 別高興,別以為踢得好 就是整天都轉Partner 一點安全感都沒有 都不知道可以跟這個Partner做什麼 整天都猜猜一下 結果呢,就算傳得快 那些傳播呢,都是沒有什麼侵略性的 自由浮動呢,也都不停激發了 夏薩特入去中間 又不回到左手邊 最終又回到季初那些問題 夏薩特入了中路,變了4-3-1-2 天然老鼠拉龜 其實呢,上一場沒有夏薩特 車路士反而還踢街頭 還可以整體一點 今天呢,有了他在這裏 之後呢,他又少了拉邊 再加上其他球員自由浮動一夜情 結果呢,就是超級老鼠賴鬼 其實呢,進攻的前期工作呢 是不需要猜猜得這麼快的 五日車路 今天車路士要求自己 任何一個傳播呢,都要很快 這樣做呢,其實是多餘了的 大家只要看回曼城 就會明白了 哥迪奧娜是沒有要求球隊 永遠都要猜得這麼快的 前期工作呀,後場猜球呀 中後場連結其實是不需要很快 可以慢慢來 最重要呢,就是穩定和方向正確 只要做到25馬區域 就叫做合格,OK的了 那你做到25馬區域 或者禁區頂的時候才開始 加速才開始傳得快呢 這樣才有意思的 去到禁區頂的附近 要撕破對手的時候才加速呢 而且呢 萬成的每個球員呢 都不會自由浮動的 他們會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呢 就絕對不會好像某些坊間說的 就不理結構迷信任何流動性的走位 這些呢 萬無目的的走位呢 一點意思都沒有的 那我們其實是不需要不停流動的 我們呢 是要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走,一些是有意思 走,一些有侵略性的走位 我們每一步的走位呢 都是有理論在背後作為基礎才行的 那最近呢 哥迪奧娜自己呢 都試過失誤呢 就是多了流動性呢 就玩了一個呢 就是流動性的三後衛 有前補後超級主公 結果失敗收場 那也都呢 就好像今天車路士那樣 過份流動性呢 就殘酷過一夜情 那雖然呢 車路士呢 所以呢 車路士呢 就必須要呢 刪除這個 殘酷過一夜情的 過份流動性走位了 這樣呢 才可以呢 就是有一個固定的位置 打一個固定的戰術了 不過呢 他們今天呢 就 一開頭就是這樣的概念 就是不停一夜情 那所以呢 要他們不再一夜情呢 就反而是要他們呢 是玩一夜情 玩到累為止才行 玩到累呢 那就不會再有體能去一夜情了 不會再有體能自由浮動了 那只會留在自己的家裡 那裡呢 就走走走走走 留在自己的位置那裡 那反而呢 就容易夾到一點了 所以你會發現呢 就是蔡紹要去到85分鐘之後 車路士的組織呢 才開始有些文怒 就是因為球員開始累了 開始在自己的位置那裡 走走走走走 就不會說不知走到哪裡 那就開始有個固定的身邊的partner 那就開始呢 容易些找到身邊的partner了 容易些呢 就找到partner交球了 那後場猜球也都穩定了 也都能夠猜到上去呢 去到禁區頂呢 才用飲奶力加速了 那就是去到90分鐘的時候 就夏薩特本來就走走走走走走走 那但是呢 隊友做到禁區頂的時候 他才適當的時候 就用飲奶力去加速插進去 那這樣呢 就終於做回一些 是比較大路的攻勢進攻的組織套路了 那真的要做到禁區裡邊 再搏到角球啊 連環角球之後呢 車路士終於可以入球攀成平手了 那當然啊 最後呢呢 也都有曾經把這個結構 變成四二三一 四個進攻點 也都令到夏薩特留在中間做主角 就變得合理化的 那不過呢 整件事最有趣的地方呢 始終都是呢 反而車路士球員累了 才能夠入球 反而是累了 才有合理的組織啊 那整件事呢 就好像我以前做導演的時候那樣子 就是遇到一些演員 是過分呢 積極做戲的 做到over了的 就是呢 你叫他做小一點 要他呢 做得不要那麼誇張 他又不明白 他又做不到 總之他天生呢 就是要做得那麼over 那麼誇張啊 太過呢 就是浮誇的演技 那但是導演呢 又控制不了 那怎麼辦呢 那當時呢 有個老師傅呢 就教了我一個方法啊 就是 你做到他累為止啦 你剃他呢 50個剃 甚至60個剃 就是總而言之呢 你剃到某一個呢 就是極限點的時候 例如50個剃的時候呢 他怎麼都會累的啊 這個演員 那當他一累的時候 一鬆懈的時候 就會卸做呢 一卸做的時候呢 他就不能做得太過誇張啦 那結果沒有那麼誇張 正常一點的時候 就不會over 不over 就反而剛剛好合理了 所以就要做到那些演員 累為止呢 所以你會看到呢 為什麼有時候會看到 那些導演呢 說剃了60個剃啊 50個剃啊 就是其實呢 那個演員呢 就是過分浮誇的 有時候就是這樣 有時候就未必關機器事的 那不過呢 做戲呢 就跟這個踢球呢 是有分別的 那做戲呢 導演呢 叫了Cut 演員就可以休息啦 那就可以再等一會呢 才再拍下一個鏡頭 可以回一下戲先啦 回了戲了 才去拍一些有需要 體能的鏡頭啦 但是踢球是不同的 一開球呢 就不能叫Cut的啦 藍球都說 有得呢 就叫暫停 足球就不能叫暫停的 那一沒有了體能的話呢 就回不了頭了啦 就正如今天的車路士一樣 上半場過度 殘酷過一夜程 精力呢 就被透支啦 那雖然呢 去到比賽的尾段 進攻合理了 但是就不夠體能去防守啦 那你看一下車路士 下半場一出來 就經意有點累的啦 那些球員呢 就已經開始呢 行行企企啦 那雖然呢 一般的連結會穩定了 容易找到partner 可以連結回 那但是呢 一被人打反擊呢 就發現那些防守球員的回防速度 不夠快了 累了 那再加上爆炸頭的連環爆炸啦 那就搞到要先落後啦 那這次呢 還要是爆炸頭連環爆兩獲 那首先呢 大家不知記不記得呢 就是小弟上一場 車路士的蔡侯平都已經說了啦 就是我當時都勸了 就是爆炸頭回回英超賽場 對回英超級數的球隊呢 就不要再後場斬那麼多高波上去啦 因為這些呢 由後場斬上去是沒有用的 太過大力 根本難以接應 對方的級數有回英超的水平呢 容易解倒位 也就是說呢 車路士容易失控球權 那結果啦 今次呢 就是這樣失控球權 立即被人打反擊 那斬高波呢 就是爆炸頭的首個爆炸點 第二個爆炸點呢 就是他通常都會爆的那些東西啦 結果無緣無故飆球 就後面就變成沒有了一個呢 就是中堅 那去到最後呢 你發現呢 只剩下魯迪加一個被人強姦的 那所以這個失控球呢 就是爆炸頭的責任啦 那還有呢 就是車路士球員上半場就殘酷過玩一夜情 結果搞到下半場就不夠精力 也就是說呢 其實呢 上半場就可以踢氣一點的 只是呢 留在自己家裡吃住家菜 不要經常出去玩一夜情 不要經常到處去玩一夜情 留一點精力呢 反而更好啦 你可以這樣連跌一點 穩定一點 去到禁區頂才加速 才浪費精力 你呢 初初呢 就留一點精力 這樣的話呢 也都方便你有一點體能呢 在後場那裡回防 防守嘛 所以說啦 足球真的很過癮 很多東西呢 是違反大家的直覺觀念的 你以為積極一點會好一點嗎 其實是有可能會錯的 錯了方向的積極呢 就反而會浪費了些精力的 那所以呢 今天上半場呢 反而應該要踢得瀉一點 前期工作踢得瀉一點 是沒有所謂的 你踢得瀉一點 球員不要亂走位 反而組織會合理一些 效果又會出一些 體能又會多一些 防守也會好一些 分數也會多一些 即是說呢 如果這樣跟我這種做法上半場 今天反而是不會失兩分 又是違反直觀 違反大家直覺觀念的說話 但是其實你看到 是有道理在後面的 來到這裡 也有個必然的道理 就是要按廣告 彈廣告視窗和播放廣告 這樣才可以令到 小弟有一點收入 所以是必然的道理 希望大家不要鬆懈繼續堅持 按廣告彈廣告視窗出來 播放廣告片 感激不盡 另外記得要訂閱和按鈴鐺 這樣才能夠接收小弟的新片通知 好了 這就是手機那裏 iPhone的朋友按了廣告 彈廣告視窗出來都不會影響你聽影片 所以可以放心做這些動作 那就是其他的手機 或者一些不同 不過相同的地方就是 版面的設計一樣的 片的下面一定有固定的廣告字眼 記得要按下去彈廣告視窗出來 這樣才能幫到手 而電腦的話記得要關掉 檔廣告程式 這樣才可以有個 片的裏面有Banner廣告 片的右邊也有些廣告 記得要按下去彈廣告視窗出來 這樣才能幫到手 而無論是手機還是電腦 Youtube都會時不時在片的任何位置 插入廣告片 那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裏面 找廣告鈴鐺 例如電腦的話廣告鈴鐺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而手機的話廣告鈴鐺會在廣告片右上角 那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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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